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个包间 这样公婆既能照看生意 也能一家人团圆 我以为这是公婆的意思 我妈一直帮我带孩子 他们想表示感谢 所以要请我家吃饭 便欣然答应了 到了中秋这天 我和张伯带着我妈和女儿一起去了公婆开的饭店 大厅里坐满了客人 包间也都满了 生意非常火爆 我们四人在包间里等了一个小时 才开始上菜 张伯说 我们先吃 我妈说 这样不礼貌 让等公婆来了再顿快 一刻钟后 公婆才进包间 随意换了生亲家母 连去客套话都没有 坐下来就开吃 公公说 今天人太多了 忙死了 哪有时间陪我们吃饭 婆婆说 包间本来就紧张 我们还占了一间 这包间十人桌 一桌少说也得一千来块钱 两人边吃边吐槽 我一脸惊恶的看看公婆 最后目光落在我妈那张越来越黑的脸上 张伯也觉得不对 忙跟着圆场 说公婆是忙晕了 饿坏了 没有别的意思 我妈冷笑一声 我这给看了一年多的孩子 头一次来亲家的饭店吃饭 没想到还被嫌弃了 婆婆放下碗筷 眯眯嘴道 亲家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看孩子 俩孩子欠你情 可不关我们的事 我妈一听就急眼了 指着婆婆 说我看的是你的大孙女 从三个月到现在一岁半了 我一把屎一把尿的 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 婆婆丝毫不示弱 说我妈是给自己闺女看孩子 是她自己乐意的 还说我妈一身穷酸气 难怪这么小家子气 我妈一口饭没吃 气得起身就走 我忙抱着孩子跟了出去 背后传来张伯埋怨公婆的声音 我顾不上厅 追着我妈上了出租车 到了家 我妈开始收拾行李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我说公婆不对 但张伯和我一直很尊敬您 您也一直疼爱依依 难道就因为和公婆闹矛盾就走吗 我妈苦涩地摇头 你公婆忙着赚钱 不看孙女 我看了这一年多 在他们看来都是应该应份的 半点感谢之意都没有 我没要他们怎样 不过是要一份尊敬和客气 他们做不到 反过来笑我寒酸 既然如此 那我就出去赚钱 让他们看看 我也有本事赚钱 我劝了好久 我妈却起了心 说到最后 她含着眼泪 说她一辈子要强 当初我爸出轨 还跟她抢抚养权 她宁愿不要房子 也一定要带我走 她独自一人带大我 没想到 等我结婚生子了 她还要受亲家的气 看着她委屈 心酸又气愤的样子 我心疼不已 恨 因为我的缘故伤害了她 只得让她离开 我妈一走 我就开始忧心 不知道孩子谁来带 我是体制内 工资虽然不高 但稳定 福利好 让我辞职当全职妈妈 我舍不得 让婆婆来帮忙也不可能 她每天都在饭馆里忙 每个月能抽空来看一两次孩子都不错了 本来有我妈的帮助 我们一家三口的小日子 稳定 安乐 可这一切都被公婆的几句话打破了 我实在气得难受 张伯回来后不停地跟我道歉 说完就要去我妈的卧室 要亲口跟她老人家道歉 我妈 让你爸妈去走吧 现在没人看孩子了 你爸妈满意了 他们不帮忙看孩子也就算了 还气走我妈 真有本事 我没好气地对她 张伯愣在原地 傻了眼 忙给我妈打电话 说了一车好话 我妈都坚定地说她不回来了 她说 前几天有个公司反聘她 去当会计主管 月薪八千 她想着要看孩子给拒了 刚刚她跟公司联络了 人家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所以她要去上班了 我妈说 再有一年多 孩子就可以去幼儿园了 她帮忙看了这么久 剩下的这段时间 也该我公婆出出力了 我让张伯给公婆打电话 让他们给个说法 他们惹出的事 弃走了我妈 那他们就应该负责看孩子 婆婆在电话里直说 我妈小心眼儿 还说孩子是我俩的 她没这个义务 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气得胸口疼 张伯在一旁叹气 拉着我道 我看 妈就是在气头上 过两天 咱们买点东西去看看她 说点好话 她就回来了 我甩开她的手 严肃地对她说 我妈当牛坐马一年多 已经人质已尽了 你妈没有义务 我妈也没有 你妈想着开饭馆赚钱 穿金带银 我妈也想 你不心疼我妈 我心疼 我不会再让她来帮忙带孩子 她也该有自己的晚年生活 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 都是你爸妈做的 你怨不得我跟我妈 张伯第一次见我生这么大的气 又哄我 又求饶的 直说公婆不对 但她也拿公婆没办法 最终我决定请个保姆 好歹挺过这一年 两岁半就可以给孩子找个托班 保姆月薪四千 再加上吃喝的钱 一个月费用至少五千 我工资才六千多 张伯月薪比我还低 再加上要还房贷 我俩的日子紧巴巴的 下班后 我和张伯一个人看孩子 一个人做饭 孩子睡着后 抓紧时间做家务洗衣服 虽然我会做饭 但厨艺和我妈比 那真是天差地别 张伯吃惯了我妈做的饭 再吃我做的饭 根本吃不惯 我俩舍不得叫外卖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俩就瘦了好几斤 有天我正在上班 突然接到保姆的电话 说我公婆来了 一见家里有保姆 直接发了火 又吵又闹的 让我赶紧回家 我一边往家赶 一边给张伯打电话 我才下电梯 就听见吵闹声 开门一看 公婆正在赶保姆走 爸妈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护在保姆身前 安抚了她几句 让她带着孩子去卧室 婆婆暴毙瞪着我 说这保姆费 快赶上我的收入了 哪有我这么糟蹋钱的 还问我妈去哪了 怎么不看孩子 我把包往桌上一扔 冷笑着看她 您还问我妈 不是让您气走了吗 您嫌我妈穷酸气 您大姐 怎么给孙子 请个保姆都舍不得 再说 请保姆花的是我的钱 又不是您的 您无权干涉 公公气得骂我没教养 敢如此跟长辈说话 还说我赚的钱 就是她儿子的钱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她家娶的是儿媳妇 不是上奶奶 没有请保姆的命 让我立刻把保姆辞掉 给我妈打电话 让她回来看孩子 我简直被公公气乐了 我问她 有什么权利 要求我妈看孩子 好歹 我妈帮忙看了 一年多的孩子 他们当爷爷奶奶的 做过什么 婆婆娃哭道 恰不是当初 看你工作稳定 我怎么会让儿子娶你 谁愿意娶单亲家庭的 你配不上我儿子 娘家多出点力 也是应该的 我一听这话 气血直往脑门上冲 就因为我单亲 就配不上张伯 我妈就要累死累活的看孩子 还得不到半点尊重 我告诉公婆 我是211毕业 张伯二本毕业 论外貌 也是我比她优秀 当初是她追的我 如果你们当初不同意我俩的婚事 就直接说出来 我不会嫁 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妈的家庭 我和公婆正争论着 我妈开门进来了 她不放心孩子 趁着午休时间来看看 婆婆一见我妈 就开走玛丽 嘲讽我妈 就认钱 这么大年纪 扔下外孙 出去打工 就缺那点钱吗 我妈绷着脸 紧紧的看着婆婆 你们不认钱 那好 那你们把饭馆关了 看孙子 享受天伦之乐 我再认钱 好歹看了一年多孩子 你能关了饭馆 看一年孩子 我就扶你 婆婆被我妈对的说不出话来 干脆破口大骂 公公跟着帮枪 气得我打开门 让公婆走 说这是我家 不许他们乱来 我一开门 就看到张伯站在门外 表情为难 显然不知道该帮谁 公婆一见她 更来了气 连骂带鼠落 直说她娶了个什么媳妇 敢轰他们出门 这房 我们出了三十万首付 想让我们走可以 把首付还了 婆婆大吵大嚷着 我气得浑身直抖 在我家这个地方 一般人家 娶儿媳 都是全款买房 当初公婆说 张伯有公积金 不用白不用 就贷款买房 我不是计较的人 便同意了 可结婚后我才知道 公婆只付了最低首付 张伯的公积金不够还 每个月还要额外还贷 两千多 装修时 公婆借口饭馆 重装修 没有钱 装修费 是我和张伯婚钱的存款 电器是我家陪嫁的 我妈还陪嫁了一辆车 公婆的确帮忙出了首付 但我家并没有占便宜 娘家出的钱 并不比婆家少 而且 这房是婚前买的 首付部分 根本就是婚前财产 公婆有什么权利 让我还钱呢 我和公婆争执了起来 张伯一会儿劝劝公婆 一会儿安慰安慰我 可始终起不了任何作用 这件事 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我妈对公婆说完这句话 然后拉着我离开了 半个月后 婆婆打了电话 问我 钱筹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 把首付还给她 我故作惊讶 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 把首付还您了 婆婆一听就急了 在电话里又吵又闹 说我不讲信用 骂我跟我妈一样贪钱 我冷了语气 明明白白的告诉她 我妈出了三十万 帮我首付了套房子 当然 这三十万是对我的赠予 跟张伯无关 而婆婆那三十万 是给张伯一个人的赠予 与我无关 所以婆婆如果想要回 就去跟张伯要 这钱算是婚前借的 绝不能动用 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还 否则我也会用夫妻共同的钱 归还我妈那三十万 婆婆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直说我心机重 我反击她 凭着婚前出三十万首付 给买个房子 婚后跟儿妻讨要钱 才是有心机呢 婆婆气的挂了电话 我也无所谓 反正她从头到尾 都没把我当成一家人看待过 那就各过各的 我妈帮我出首付 买的是个小房子 总价不高 我的公积金还贷足够 不会影响到生活 我妈上班后 手头宽裕了不少 生活品质高了 闲暇时间 常去旅游散心 整个人都散发出 与帮我看娃时不同的气场 我很替我妈开心 这才是她应该有的晚年生活 经过这次 我彻底明白了 在利益面前 人都是自私的 我曾经以为 自己工作稳定 婆家条件也不错 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现在我懂了 不是所有老人 都会甘心帮衬 不是所有亲人 都会无私奉献 我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从这天起 每天孩子睡着后 我便会看书 写文 周末时 张伯会带着孩子出去玩 我则抓紧时间写文 或许 因为我基础不错 再加上努力 我的稿筹 从最初的每月几百 增加到几千 一年后 稳定在一万左右 我学习了理财 家庭收入一部分 用于储蓄 一部分 用于理财 这样一年下来 全家人 还能用理财赚的钱 去捋个油 孩子去幼儿园后 省去了保姆的费用 家中经济 更加宽裕起来 倒是公婆的饭馆 因为疫情影响 不复当初赚钱的景象 有次 婆婆给张伯打电话 试探地问她 要不 她把饭馆关了 帮我们接送孩子 张伯是为难地看着我 我坚决地摇头 我给孩子在幼儿园里 报了兴趣班 这样 她下课后 我正好能赶到幼儿园 顺利接她回家 虽然 一个学期 要多花五六千 但孩子 既能学到才艺 又能保证 我下班后 来得及接孩子 何乐不为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我才会像以前一样 傻傻地靠感情解决 当然 公婆要见孩子 我不会阻拦 张伯要进校 我也不会过问 但若是公婆老了以后 想让我伺候他们 那绝不可能 做人再善良 也要有底线 更要懂得 为自己努力 这是我妈教会我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